我覺得香港的小B是很勇敢的小B 因為我覺得不夠勇敢 應該很難在香港做小B 每個人一出生時 已經經歷了很多比較、競爭 相對來說是大壓力 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社會 能夠讓他們抒發壓力的渠道 未必是特別多 他們可能會很習慣在這個圍場之下 接受這些壓力地生活 既然他們也希望長大後 他們可以勇敢地踏出不同的溝通範圍 去挑戰很多的生事物 接受這個環境 本來我以為會比較多拍攝小朋友 他們也會比較多 也很欣賞你們有不同的主題 同時看到小朋友 我們未必平時看到那一面 他有時會害羞 但我又看見他跟小朋友 真的玩得很開心 而且很多時候 很多人也不喜歡他 也有點驚喜 很厲害…你扶著吧 這是怎樣的 我不是給你看到剛好嗎 你怕嗎 不怕 你需要我捉你嗎 你在左右邊 好,我扔右邊,你去左邊 你別管小白色,扔大白色 其實我覺得不可以控制他很多 可能會比他更多選擇 有些事情可以問他 可能我們完全不參與 就是你喜歡做哪一件事 讓他選擇選擇權 因為他已經長大了 也有自己的思想 經驗也多了 我覺得他衡量這件事 可能他會知道對自己喜歡 有興趣,要付出多少 可以讓他選擇 而這件事,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 有些事情他不想堅持學習 然後我也可以,讓他選擇 5、4、3、2、1、0 找到你了… 我會告訴別人 他參加了一個很好玩的兒童節目 我會覺得是一個… 我也覺得不是甚麼比賽競選 我覺得他跟一群小朋友 參加了一個很好玩的節目 以後又成長了 家長說了那麼久 輪到小B發表一下 我們邀請了他們為自己的父母評分 從中還看到 爸爸媽媽在他們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 你會付多少分給自己的父母 可以有點數嗎 可以 因為我覺得媽媽和爸爸很善良 但有時他們會給我很多工作 令我沒甚麼可以休息 反而有一個提醒 提醒應該如何不成為的人 那些情況其實各有各因素 他們也不是家庭或各種因素 所以其實我自己這樣想 在陪伴方面 我會儘量做好給他一個好的家庭 給他一個好的支持 支持他 回到家後,爸爸媽媽要疼你 這樣避免有甚麼偏差 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想讓大家了解一下 香港小朋友的想法 想不到連他們的家長都因為這樣 而認識自己的子女更多 多了解是他原來也挺女性的一面 看他平時又在這裡動來動去 又不是特別貪美 例如第一天我們玩簡衣 原來他也喜歡女性的東西 或者也很喜歡玩化妝 因為之前其實我不太覺得 因為他平時比甚麼 他又穿甚麼也很無所謂 就不會特別喜歡公主類的東西 但原來他內心深處也有這一面 我想這個節目最令我接觸到他 原來他有貪美的一面 就是在這個項目 媽媽 是 你平時是否都是這樣放飛 如果一條直路可以放飛 我看到 如果轉彎了,我就害怕 我就要走上去 我覺得這是可遇不可求的證書 不是報名就可以得到的證書 在外面讀課程,你完成就有證書 但你又要幸運 讓大家選擇到喜歡他來拍攝 又要完成,然後他又喜歡開心 我覺得這張證書是 這輩子人其中一個最特別 即是連結婚也要拿出來 表演的證書 真的不是很多人有機會 可以上電視玩這些節目 真的很難得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其實我也想了一段時間 是否應該報名 因為知道上學,有功課要做 又不知道他能否控制到他 那錢他這麼小 我又不知道他能否可以 但我想一想 就是按10米之前那一刻 就說如果我不報 我這輩子都沒有機會 給他去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玩 我就覺得先教我吧 人家真的收了你才算 或者當參觀電視台一天也好 所以我得到這張證書 真的是緣分加上這個運氣 如果是100分是滿分 你給爸爸媽媽多少分 50分 為甚麼是50分 那50分是給我的 那加起來就會有… 100分 那就滿分了 即是爸爸媽媽50分 再加Mona50分 然後你們加起來就是… 100分 100分 因為他現在喜歡計算 我猜他就說50加50就是100 我覺得他不懂計算 應該是不止的 因為平時問他,他不是這樣回答我 他說我超級喜歡媽媽 可能他不太明白 如何給爸爸媽媽媽分 但他只知道我們三個加起來 就是完美 即是喜歡這個家庭 他未必認識85% 總之在一起就很開心 就是最好 所以就是100分 經過接近兩個月的拍攝 小編們見識多了 性格也不同了 而爸爸媽媽也是當中有所得 他拍攝前好像比較現實 拍攝後好像沒有更現實 他的改變其實是來自我們的改變 我們應該在節目中就知道了 或者了解了一些 可能跟他相處的方法 尤其是我 未必每次都要這麼硬地對待他 可能我有時我又軟了對他 他又軟了一點 寫一個分數是給你爸爸媽媽的 是 即是每人1000分嗎 是 那他們兩人都做得很好,對嗎 是 有多好 二分,也挺好的 會提醒自己 真的要多點回家陪伴他 未有小朋友之前 外出就外出,通頂就通頂 晚上老婆罵我便殺個塌子 不然怎樣 但現在有小朋友覺得他哭 又說你還沒回來,早點回來 有些事情會自動自割 有些事情會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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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他好像…突然覺得大了 再加上在這個節目中 可以這麼多次跟這麼多小朋友一起 我會留意他有否爭取 有否讓人 我也覺得他還可以 做到我想去做的事情 你要給一個分數給你爸爸媽媽 你會給多少分 100分多少 100分 我覺得他經常說 媽媽最好100分 就是我自己想的 Yunas爸爸經常說 媽媽很兇,罵你 甚麼都不讓你買 我不是,他經常跟Yunas說 你怎麼這麼黏著他 他有問過女兒 Yunas說了一句話 因為媽媽生了我 所以… 對… 所以… 對,他會知道原來 我在他心裡是這麼重要 透過節目 每次節目員都會跟我們聊天 其實令我會覺得每次他的活動 自己都會回憶起他的活動 當中有好又不好的地方 從而感受得更多 平時你不會這樣 還有在節目中看到他的另一面 可能他在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是怎樣的 98 為甚麼是98 爸爸一離開的時候 我有溫暖書 他就可以馬上給我自由 所以我就給他98 我跟爸爸聊天 應該也會跟他說回 會告訴他 為甚麼讓你學平行車 但我一直都有跟他解釋 為甚麼要他堅持 我知道堅持很辛苦 但我知道他現在長大了 他越來越累 你要他練習 他就會覺得我們令他很辛苦 我知道 我當然不會跟他說 有時候讓你多玩 或者讓你多買一份禮物 是因為我練習了你 我就不會這樣跟他說 但我自己知道 做父母一定有他覺得我壞的一面 但我為他好 離開了我時時範圍的鄧少宇 好像長大了 我陪他身邊可以自己做到的事 他也可以,他也可以做到 原來我不在的時候 你可以做到的 可以讓他多放手 讓他嘗試更多的事 對 因為爸爸媽媽很好 我覺得他很心美 有時他很甜蜜 可能睡覺時媽媽做午餐 有時他會來疼我 你會想不到那個動作 他突然抱著我 媽媽,我愛你 他突然會這樣 被自己的子女抱著,當然想爆 但想完之後 也要面對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做好父母 我覺得這是每天都會反思的事 看自己的小朋友 24小時對著他 一定先把不好的東西放在眼前 看到其實八個家長的處理方法 也可能不同 就會問他平時會怎樣處理 看自己的處理方法 其實這樣是否很單一 或者是這樣對還是錯 或者是沒有對錯 即是在比較之下 誰比較有效 誰比較有效 我覺得在整個節目中會看得出來 100個狗,很多個狗 那是很高分的意思 還是很低分的意思 很高… 為甚麼?你喜歡爸爸媽媽的甚麼 為甚麼會被這麼高分 因為我最喜歡爸爸 就是經常跟我玩 媽媽呢 媽媽幫我做家務,很開心 理想的父母應該在Cyle的成長路上 每一步都扶著他 但是否真的難拿爭 我又覺得不是 是扶持某一個情況 然後讓他自己慢慢嘗試不同的東西 就算是失敗 總之我們會在背後支撐著他 我覺得這對小朋友來說是最重要的 如果平時我們日常相處 直接我對著她的話 其實會加上很多個人情緒 你看到她這樣做的時候 很想即時去停止她或怎樣 但你從電視上抽出來看 看著她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客觀點去看這件事 看真點,為何女兒會這樣做 她做這些有原因嗎 就算她在頑皮的時候 其實她很頑皮 透過電視,把人拉開一點去看 可以看到更多我們平時不同的面 因為她們不讓我看無聊的事情 但我和阿妹都很喜歡看無聊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是做得差的 但我會覺得我做到其他爸爸 也未必做過的 你和小朋友只有18個暑假 18歲之後的暑假,她不會找你 這又給我一個反思 就是你不放多時間陪伴她 之後她不會找你 我覺得我這些時間 放得不夠足夠 Miguel 媽媽要跟你說對不起 因為媽媽有時經常對你很傻 媽媽有時可能真的很緊張你 或是媽媽有時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所以會很大聲地罵你 媽媽覺得很對不起 其實媽媽真的很不想罵你 但我很開心的是 每次晚上睡覺前 我們都可以抱著 然後說沒事 你還會願意在臨婦前跟我說 我愛你,媽媽 很感謝你 每次都會說媽媽這樣罵你 你不要記在心裡 我希望我們可以真正做到 我們答應大家的 媽媽少罵你 你又少發脾氣 或少惹媽媽 我們一起努力做好 現在我愛你 其實我還沒結婚,沒有小寶寶 我沒有資格說香港小B 一種特質才是香港小B 如果做得我們香港小B 她一定會善良 而且她要捱苦和面對逆境 我覺得在哪個地方都需要 特別在香港串金赤土的地方 以及這麼商業的社會 她們可以長大保持善良的心 以及擁有同理心 去體諒其他人 我覺得已經很重要了 終於來到畢業禮 小B和家長都很興奮 至於我,谷杜和阿神 真的既感動,又有點不捨得 香港小B選舉的點點滴滴 其實我覺得我們三位主持也… 可能有不少說話 也想跟我們小B… 我喜歡 你喜歡嗎 我也很喜歡你 我喜歡 Sony姐姐 我也很喜歡你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你 很喜歡神婆哥 我喜歡… 我喜歡… 你也喜歡我 她們每個都感謝你 都喜歡一次 但過了畢業典禮 我相信暫時未必可以見到 你們八位小B主 所以有些說話 我們也想跟他們說 我想跟卓南說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聰明 又很乖的小朋友 學習能力也很高 其實我每次見到你 我都覺得是我的小型版 就像我小時候的那種好性 那種喜歡學習的感覺 姐姐也想跟你說 不只讀書的時候要盡力 玩的時候也可以盡力 希望你一直都可以努力、努力 2號,Monna 不僅是她爸爸媽媽的開心果 是我們現場每個家長的開心果 Monna是最誠實的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誰都不賣醬 在她的世界中 最重要的是能否放進口 是 好吃還是不好吃 然後其他事情再談 對…希望你可以繼續這麼開心 為何突然這麼正經 她很認真 很認真 聽我說你吧 希望你可以快樂成長 成一個善良快樂的小朋友 好嗎 HeiHei對我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的相處 因為我本身認識HeiHei的爸爸 因為之前跟她合作過 HeiHei的爸爸也是當我爸爸 其實HeiHei這幾個月認識她 我發覺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但同時她又會很依慕 如果長大的時候 可以運用這個特質 成為一個感性 有同理心的人 那就繼續善良 我們一起成長 Monna小小的,她很女生 但她又很熱情、很主動 她有一次主動牽著我的手 我當時就失敗了 我當時明白到她這麼硬漢的爸爸 為何見到她的女兒時 都失敗了她的樣子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新一 因為新一,我想在大家的心目中 她也是一位很聰明的孩子 有像我們學習攝影師 她是一位七歲半的小孩子 但她已經很懂得當一個紳士 這件事我也要跟你學習 她才會拔椅… 會推翻一下 讓兩個孩子先坐 問她想坐哪一邊 而且會關心她的需要 我覺得這件事 這麼小就已經學會了 紳士 很好 小鮮平時好像比較靜一點的女生 但我第一次見到舞台上跳舞時 我已經忍不住拿起我的電話錄下來 我覺得你在舞台上發光是非常厲害的 我欣賞Kyle大家一次,對嗎 對 第一天開始 第一次見到有人敢在比賽中 說笑話 對 真的可以令我笑了很久 對 但我很肯定她的幽默感在相處中 知道是來自她媽媽 她媽媽無論做每件事 都是笑笑口去處理、解決的 我覺得這件事我也要學習 繼續做一個有幽默感 多說笑話的小朋友,好嗎 最後到Miguel了 Miguel每次登場都是非常有風格 非常有型的 都是歸功於爸爸媽媽 幫他設計了很多很漂亮的造型 但他不僅如此 我自己最喜歡你的地方 就是每次你扭計要我抱的時候 而且他笑起來 大家都看到了 沒有了兩隻小牙齒 其實是很有趣的 然後如果你有這一天 真的要出道的 記得讓姐姐去看,知道嗎 給我們票 謝謝你 香港小B選舉 畢業典禮 正式開始頒發證書 有請各位小B準備好自己 發證書給你 一請一上 好 他真的會很盡力 在自己未必是最擅長的範疇 都會想盡力去做 我也比較印象 勾個功,替大家勾個功 他知道你要站起來 謝謝 接著我就頒給你了 我認為是他一個很難得的人生經驗 沒想過原來真的有這麼多新的東西 可以學習 先勾個功,替大家勾個功 走歌籠 對,替我握手 我覺得這個節目為希希帶來了 若干的自信 而且他也看到自己有些位置 可以做到 先替大家勾個功 拍手 拍手 恭喜你們 恭喜 畢業了 這張畢業證書 其實不太容易得到 因為小朋友要做很多 平常沒有做的事情 恭喜新一 我知道你一定會做的 你一定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節目最大的得著 就是令新一學懂了如何表達愛 恭喜你,畢業了 畢業了 經過這個節目後 我也覺得他長大了 在這裡可以認識到他更多東西 那個公司 我會跟朋友形容 這就是小朋友的成長型 我稱之為是暑假的紀念品 恭喜你 恭喜你 這是一個成長的經歷 我也想看看到時 他會如何跟別人介紹 他這個經歷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張卡片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張卡片 給高叔叔,晟哥哥和Shirley 謝謝… 我們現在邀請他們三位上台 為何禮物收了 這份也不是全都在稿上 謝謝… 謝謝… 謝謝你,阿希 你們很開心 我那個叫我送給你 你們很開心 我們一起給你一個擁抱Shirley姐姐 你叫Shirley姐姐 你叫Shirley姐姐 你叫Shirley姐姐… 你先給你 好嗎 謝謝… 來吧,也抱一下我吧 我們也抱一下谷塞塞 還有抱一下神哥哥 也抱一下我吧 很開心認識你們 謝謝… 我們約出來吃飯吧 約出來吃飯 謝謝 好了,畢業了 我們的節目由一個選美比賽開始 由畢業例來終結 我想再說一次 這個節目不是我們唯一比較 完全沒有甚麼意思 我最想的小朋友們和家長們 都有一段快樂的時光 有一個很好的回憶 小朋友們能夠快樂地成長 最重要是做一個善良的小朋友 那我就很開心了 朋友們最重要是 我星期六日和紅一 我都說不行,我要照顧小朋友 因為我們的拍攝 只能在六日和紅一舉行 所以最近我是沒有朋友 生活是小B 我一直都很怕 自己能否聖暗這個節目 因為我沒有小B 亦不經常跟小B相處 究竟我能否可以帶動他們的氣氛 能否令他們融入這個節目 也沒有百分百,肯定我自己做到 但我覺得今天我看到那張卡 我看到他們的反應 或者他們每一個人給一個擁抱 或者那些曲奇 真的覺得原來… 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我好像沒試過拍攝節目 我會覺得那麼感動 是否那麼捨不得他們畢業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